红色的海底 阳上的风景 我们的距离 遥不可及 对上的爱情 还剩下回忆 疯狂的是你 你的身影 哈喽大家好 我是吃鹏25斤的不停 这是傻大步 今天我们要去 天津文化中心海底世界 这应该是天津市内地价最贵 面积最大的海底世界了 据说足足有6000平米 详细的攻略和表演的时间表 我都会放在视频最后 那我们现在一起去看看吧 平时这儿的门票是120亿张 然后现在五一有活动 视频左下角有团购优惠 趁现在你们可以多存几张 过期自动退 我觉得还是挺合适的 坐地铁的话 是6号线文化中心站 这F口在我身后 然后呢 你们一定要去按着箭头走 然后要进一个商场 我跟他就没敢进去 所以又绕了一圈又回来了 你们放心大胆进去 就在那里边 要穿过去 它这个一进门就可以看到 这儿有好多锦里 这个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 巨骨蛇鱼 也叫海象鱼 这个白白的是招财鱼 就门口如果你买鱼石的话 这些露天的鱼缸都是可以喂鱼的 那鱼鱼 哦 好白 这只尾巴很鲜很鲜的鱼 它的尾巴就像裙带一样很鲜很飘 还带有一点淡淡的粉色 我们刚才搜一下这个叫蝴蝶鱼鱼 这只还有眉毛的好可爱啊 我俩刚进来看了三个缸就走不动道了 真的好好看啊 这个鱼好像有金色的眼线 刚进来的话大概有四五个都是露天的鱼缸 是可以喂鱼的 然后再往前走 再往前走应该就是不可以喂的 都是封闭的 哇哇哇 哇哇哇哇 啊 玩水 我觉得它在洗澡 这个是卢瓷 也叫鱼鱼 它抓鱼很厉害的呦 这个叫伊自道钓 它长得好像卡通的那种鱼啊 那不你看大鱼 这个叫裸兄带 他挺爱的 地儿 下面两位为什么要挤一个窝 然后第三位想中间 然后他挤到他们两个中间了 这个窝好棒啊 这窝三个鱼都在抢 再往前走就是海底隧道了 在这儿拍一个剪影一定很好看 这一件是海底隧道 然后可以看上边 上面也是可以看到鱼的 然后在这里可以看到人杀共母 这个海底隧道是小孩子最喜欢的地方 这里拍照特别好看 这儿拍照特别好看 在这儿拍照 在这边 可以看到海龟从里头上游过 这个是柠檬沙 说是性格极其凶猛 在这里你们还能看到 比较先进的展示设计 加入了全息投影技术 及声光电多媒体技术 必须有鱼才能踩吗 它这里面就一个路线 你不用担心错过了什么没看 如果带孩子来的话 可以买一个那个防丢绳 我看好多家长和孩子 都是靠那个牵引着 哇 这后面好好拍啊 当然我相机太黑了 如果手机的话就可以拍出来 还可以在这里对着镜子打卡拍照 这个管里有海洋生物200多种 个体数量超过2万多个 再往前走就是两个海洋剧场 可以看到人鱼表演 好了 我们出来了 我来总结一下 闺蜜 情侣 亲子 都适合来这感受一下海洋世界的魅力 就是在这儿呢 你们可以一起观察海洋生物的形态特征 生活学性 还有它的一些分布范围 我觉得这种体验还是挺有意义的 另外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点就是 来这里一定要先看文字介绍 然后再去看动物 因为我刚才和傻大布就看到 人家明明有写那个海星 是不能只能摸 不能拿出水面的 如果拿出水面 那个海星可能会有生命危险 但还是有人去拿手海星 捏在手里给孩子拍照 我觉得它可能不是故意的 它只是没看到而已 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 一定要看介绍 最后再告诉大家一个小攻略 就是看人杀共母的时候 你们不一定非要坐在那个座位上看 你们可以去海底隧道看 因为在那看会更震撼 更好看 然后我把表演的时间 放在视频最后了 大家可以自取 那喜欢本期视频的朋友 记得一键三连呀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